大家好,我是1123215022,目前是索业 这是我今天的outline,就是参考的专题介绍 专题的功能的改进,以及我新增上去的功能 在新增功能以及在修改机的功能的时候,注意到问题 然后在这次,我们在这次所学到一些知识 以及最后我的专题的电文影片 首先我所参考的专题就是一个叫做Zimple Quiz Game 它是类似一个知识网小游戏的App 它在萤幕上会出现一道问题 然后上方会有分数,下方会有选择的答案 所以它寄的功能就是,答对问题之后会加分并进入下一题 如果你只要答错一次问题,那你的游戏就会整个结束 然后呢,它原本的评务都是英文的 然后用途就是Zimple Quiz Game之后会产生的一样的图示 好,那我这次对它做什么更改呢 好,我把答错问题呢 答错问题会游戏结束的方式更改成,答错问题就不会扣分了 反而会前往下一题 什么时候结束呢?当我做完实题之后,整个游戏就会结束 好,再来是我所新增的功能 我新增功能加入了一个开始画面 还有最后的结束画面 结束画面会显示说你现在所得到的分数 以及它也有办法回到原本的开始画面 然后再来重来 好,然后我把题目全部改成了中文题目 对,然后呢,再加入了难度挑战 所以我会有两组题目 一组比较简单,一组比较难 好,这就是我新增功能之后的开始画面与难度选择 这个是我做的问题叫Chinese Quiz Game 这是Chinese Quiz Game的开始画面 使用者可以利用这个画面去选择它想要的难度 像是Level1或是Level2 好,难度选择之后呢 当我现在按下难度1 它就会跳出像是做图这个样子的题目 好,难度1是比较简单的词语选择 还有读音的辨别 OK,然后呢,当我按下了难度2 它就会变到像是右风这样 右边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好,然后难度2呢 它的题目是乘语填空 像是什么这个以篇概全 以篇概全的概 这样子 好,期朴呢,这都是三稿近年来 选择与指考的国文试题 好,最后呢,当我完成了整组题目之后 它就会显示这个结束页面 这边会显示出你的最终分数 好,然后呢,后面下面还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是所谓的重来按钮 重来按钮呢,你按下去就可以回到开始界面 然后接触按钮呢,按下去你就直接关掉程式 可以出游戏 好,修改程式时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Compile SDK的版本不足 原本都是33 然后我这边改成34 好,新学到的知识 就是因为我需要利用到Intent 来去跳转它的那个画面 但是从开始画面跳到那个 Level1或Level2这样 然后呢,所以这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参数然后去存 那个我按下的那个键 是按下那个指定 到底是Level1还是Level2 然后我就找到这个叫FootExtra 然后它可以把这个class 这个class的资料 例如说我按了Level1 然后我就可以利用Intent 把这个Level1的这个数字 直接传送到另外一个class OK,然后这个class呢 要怎么class 要利用到getIntExtra getXXXExtra 来接收它刚刚 传过来的应该是这里 QIndex,然后传送到这里 就可以把它接收下来 这样 好,最后是我的demo影片 好,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We will come to Chinese Critic Games的开始画面 然后我们开始Level1 OK,这就是我们的题目 然后我们在下方选一个 好,这个是QUN 这是DOR 这是MIL 好 或者连 这是O 这是真 OK,我们看到我们分数也是有在变化的 这是千 是连 这是G 好,最终分数是9分 好,然后我们按下RESTART 既然有规序 然后开始选择Level2 这个是一篇改权 独占 独占 熬头 所会如 扶手就范,已如既往 然后 然后就这样 最后我的分数就是7分 那按下Goodbye 我就整个回调出去 好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 这次的报告了 谢谢大家 此更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艇